好 刚才我们介绍的呢是第一序列弯曲 我们介绍一下第二序列弯曲 第二序列弯曲是垂直向的弯曲 第二序列弯曲它可以分为前裙弯 后裙弯 还有呢前崖的轴裙弯 还有屋顶状的弯曲这四个 我们看一下第二序列弯曲 这是一个下颌 好 我们这个图表呢 这个地方我放了一个尺子 拿这个透明的胶带子把它贴上 贴上了以后呢 公司做好了以后 第一根公司是这个样子的 这有一个stop loop 在这个远中这一段 我们把它往下打一点 那放在这上面 现在这个往下打了多少度呢 20度 那就叫做tip back bone打20度 打了20度以后 那么这个查到夹面管以后 这个磨牙就会发生一个远中的一个数值 好 这个公司呢 就是初始的公司 这个呢就是 哎 这个7被抗的时候 7被完抗以后呢 就7远中数值 这个叫做tip back bone 叫做后曲弯 然后呢 我们要把6背下去 6背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背5 那同时 如果你7走了以后 我要背6的时候 这要做一个补上曲 好 这个呢 就是做了补上曲的地方 好 这个呢 就相对说来 对本科的同学呢 就有一点复杂 大家不需要掌握 只需要知道的 这个后曲弯 成为第二序列弯曲 它是一个垂直向的弯曲 它用于什么呢 就用于磨牙远中数值 背抗 预备支抗使用的 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上合 好 上合做好了以后 上合的公司 本来是这样的 我把上合公司 远端往银方走一点 这个就叫tip back bone 后曲弯 好 后曲弯呢 一般来说是打开咬合用的 那什么叫前曲弯呢 前曲弯就相反了 如果这一段不是往上的 不是往银方的 我往何方的 那这个叫做反的 不叫后曲弯 叫前曲弯 前曲弯用的非常的少 偶尔会遇到 比如说我们通常是需要磨牙呢 远中数值 我们要打这个tip back bone 但是如果磨牙 它已经远中数值的太过了 我需要把它 它倒回去了 我需要把它竖回来 这个时候可以用用 这个tip forward bone 这个叫做前曲弯 用的非常的少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弯好了以后 stop弯好了以后 打了这个tip back bone 这个有多少度呢 30度 好 这个呢 是7的位置 7被弯抗以后 被6 6被弯被5 这就是第二序列弯区 那这一边呢 就是下核的公司 这些呢 就是上核的公司 一步步做出来的 这个就是前面提到了 简单提到了一个 被抗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一步一步准备 支抗的一个过程 好 这个呢 叫做前牙的轴裙弯 就是一个美学曲 那可能就大家根本看不出来 就好像有什么弯 但是实际上是有的 大家知道 只需要知道 这个前牙的这个轴裙弯 它是一种美学曲 它属于第二序列弯区 对于本科的同学就OK了 下面我们介绍第三序列弯区 第三序列弯区是最复杂的 也是方思工角质技术的精髓 它分为根纯相的转距 或者是根舌相的转距 第三序列弯区呢 它其实是一个公司的扭曲 因此它其实是 Twist in Archwell 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呢 显示的是一个下核的公司 那么下核的公司 我们可以人为的 把这个公司看成是 三段前面一段 后面中间一段 后面再一段 那当然了 实际上是五段了 从一侧来看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三段 我们就讲一侧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 正常的下核的牙 其实尤其是后牙 它都是有一点点蛇群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于这个公司来说 它实际上下核就是 往内倾倒的 而对于上核来说呢 我们知道正常的牙裂 上核的牙齿的走向 也是有一点点蛇群的 这个就是 往蛇群的 上核的公司 我们来一点一点看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呢 就画得很 很夸张了 这个脱巢呢 沾到这个夹面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牙齿 它自然有一点点 官 往蛇侧群斜的 因此 如果我做的一个公司 是一个零度的一个公司 没有转据的公司 大家可以想象 我硬把它戴上去 会怎么样呢 官 就会发生 假象的移动 好 我这下面写了 就会发生一个 官 假象的一个转据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公司 我事先就给了一个 二十度的 一个lingo tour 我事先就 弯过来以后 然后我放到脱巢里 那么 这个牙 它会不会受力呢 应该就不会受力了 因此 这个叫做passive 就是一个被动的状态 这个就是 理解这个 转据的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正常的下颌的第三序列弯曲 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于前牙来说 是一个七度的lingo 下颌应该有七度的lingo 如果对于肩牙和第一前磨牙来说呢 是十二度的lingo 也是官舌相的一个转据 然后对于这个磨牙 第二前磨牙和磨牙六七五六七来说呢 是一个二十度 因此 对于正常的下颌来说 就是一个七十二二十 这三个度数 七十二二十 它是说的是正常的一个度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呢 我们上面呢 做了一个omega曲 做omega曲呢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这个公司的这个转据是正确的 因为下颌其实应该是什么呢 下切牙 下颌的所有牙齿是往蛇群的 下颌牙齿都往蛇群的 大家可以想象 那么我这个公司上做的omega曲 应该就是always turns out 都应该是往夹侧群鞋的 你这个转据才是加对了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上颌 上颌正常的这个前牙的转据呢 就是零度 肩牙和第一前磨牙呢 是七度 也是这个lingo 这是lingo crown 然后呢 这个第五和六七呢 是十二度 那么对于上颌来说 就是零七十二 下颌是七十二二十 其实也挺好记得 好 这个图呢 显示的就是 如果一个正常的上颌的公司 你这个转据加上去以后 那你看你加反了没 一样的 如果你加对了以后 这个omega曲 应该是turns out 内侧不是外侧 从内侧夹过去 好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前子中间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假想的中心线的 如果你这个公司的末端是通过这个假想的中心线 那它就是一个零度 如果我这个前子的中心线和这个距离是五毫米 那么就有七度的lingo crown 七度的观 蛇向的一个转据 如果这个末端就是这个六的这个位置 好和这个前子假想的中心线 这个高度是九毫米的话 那就是十二度 这是一个量化的指标 如果这个距离呢 超过了超过了在前子的前柄的上方 大家可以看到 超过前柄的上方了 这个呢 差不多就有二十度的一个转据了 那么就是我们的前子就是我们的一个测量尺 你就可以直接这个公司是一个弧形 你这么夹着 这看 如果这个前子 它是这个末端和你这个前子的中心线之间这个关系 我们就可以来评估你这个转据是多少度 好 我刚才讲的呢 是讲一二三序列弯曲 是从这个顺序讲给大家听的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那么第一序列弯曲是一个水平向的 第二序列弯曲呢 是一个锤子向的 第三序列弯曲呢 是公司的一个扭曲 但是记得 临床上如果要做的话 顺序是不一样的 临床上要做的顺序是 第一 第三 第二 别忘了 一三二的顺序是临床上的顺序 我要先把第一序列弯曲全部做完 然后牙工形态保证好了以后 我要把该家的转据全部加够 最后再来加第二序列弯曲 最后再来打后段的 tip backband或者是前牙的 轴裙啊 诸如此类的 这样做的目的是表明你前面做好的工作不会被破坏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你先把第二序列弯曲做好 你如果再来加第三序列弯曲 你的第二序列弯曲可能全都不一样了 过后还要调 因此临床上做的时候是一三二的顺序 但是我们讲呢是我们按一二三的顺序 这点呢请大家注意 下面呢介绍一下各种的矫正曲 好 矫正曲呢有很多 垂直曲 水平曲 低形曲 香形曲 stop曲 还有omega曲 很多很多 我这还没有完全列完 好 这个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曲的一些图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stop loop的弯字的方法 首先做一个直角 然后圆会在里做一个弧形 好 最后呢就做一个stop loop 好 我们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这个呢是做垂直曲的 好 这个是做垂直曲的方式 首先要做一个这样的锐角 然后呢做一个曲 做回来 注意这边 做上来以后呢 要要把这个公司的反复在这个 这边公司的上下 你看现在是在上 这里在下 上下反复折几字以后 这个曲才能靠得拢 然后这个垂直曲就做好了 临床上呢就是要做的话 大家都要做大量的这样的练习 这是焊接训练 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 需要焊接 这个拉钩的情况 好 就会使用到焊接 那么焊接呢要注意使用还原液 要注意调节焊霉的一个浓度 使用量要适当 焊金的使用呢也不能太多了 你焊金太多了也不行 要不到时候就放不到主弓 放不到脱枣里 焊接的时候呢要保护主公司 不要过热 一般要求至少四分之三的主公司 要被焊金包扰 这个就是焊好的情况 那可以是焊成这样的形式 我们称为cross joint 这用0.5的做的 还可以用成这样 那么为什么可以用成这样呢 我这个拉钩可以上合做结构 牵引对不对 这个拉钩呢可以做下合的二类牵引 如果下合的这个二类牵引和拉到这儿和拉到这儿方向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可以按照你的需要进行选择 好我们看一下角质力源 角质力源呢是来自于公司的固定加力 可以来自于结扎丝 也可以来自于香槟圈 也可以来自弹性线的这个结扎加力 还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牵引 二类牵引 三类牵引 或者三角形牵引 四边形牵引 这个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牵引 橡皮圈 有1%的 3%的 1%的 5%的 3%的 它各有什么什么用途 还有各种的尺寸力量 大家知道有橡皮圈 可以就行了 这个就是一个三类牵引 所谓三类牵引就从下颌6的进中拉到上颌3 这个呢我们知道这样呢就形成一个下颌往前的一个力量 它的效应就是上颌前牙呢就会内收 下颌的后牙呢就会前移 那么逐渐呢就会改成把这个磨牙关系本来是远中的 我就可以改成一个中性的关系 这叫二类牵引 这个相反称为三类牵引 三类牵引就从下颌的尖牙拉到上颌的磨牙 这样的牵引成为三类牵引 主要用于改正三类的磨牙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这样牵引的话 前牙可能是一个反合 前牙受力以后慢慢下颌就往内收 前牙的正常的符合覆盖就建立起来了 好我们再介绍一下常用的辅助治疗装置 好纯色的辅助装置呢 有口外供 口外供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结构 结构呢可以内收前牙 加强支抗推磨牙向后 这是纯档 纯档呢可以这样做一个取 它目的呢就是去除唇积的张力 你也可以 这儿做成一个管 比较粗的一种管的形式 都是可以的 舌侧也可以用辅助装置 这是舌弓 然后呢这个呢是额杠 我们称为TPA 也可以做成这样的形式 这儿充了一块胶 我们称为南史托 是舌测 加强支抗的一些措施 好 有一些固定的这个扩工的装置呢 也可以和固定角质器配合使用 好我们现在下面呢就介绍一下 方式工角质技术的基本的角质步骤 第一阶段就是一个排期和整平阶段 第二阶段呢是一个肩压远中移动阶段 第三阶段呢是内收前牙 关闭拔牙肩洗和角质核关系的阶段 第四阶段呢就是一个理想工阶段 这个阶段呢是做牙位和核基柱关系的进一步的调整 最后呢是一个保持阶段 好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为Leveling阶段 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排期 第二个任务是整平 好排期呢就是主要是要矫正牙位 修正上下牙工的形态 同时要数字第一抹牙 使咬和平面平坦化 这个就是我们Leveling阶段的任务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呢就显示了 这个患者呢正在做排期阶段 那么排期阶段呢 你可以用不锈钢丝 弯也可以用涅态丝弯 那么不锈钢丝呢可以很好的控制弓形 但是呢就需要弯制的就多一些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呢显示的就是涅态丝上上去以后 公司就会在这些地方弯曲变形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我硬把这个公司扎紧一点 好这个牙呢慢慢慢慢就会带出去了 因为公司有一个 它原来公司的形态是一个完整的规则的一个弧形 它要回到那个弧形的阶段上 那么这些牙呢就会受到力慢慢就排期了 也可以做这样的曲 这个曲和曲之间的这一段 大家可以想象 因为曲和曲之间这一段呢 它就可以因为曲的变形 那么就可以入巢 那你每次都把它扎好了以后呢 慢慢的这个尖牙就会往远中移动 拓展了间隙以后 这个二就出来了 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把两个一扎到一起 一和三之间我上一段螺旋弹簧 那么就这个螺旋弹簧的力量呢 就让这个三呢慢慢慢慢往远中移动 二就能排出来了 也可以做成这样的形式 这个是下合 那么三和三之间呢 我上一段螺旋弹簧 让这两个牙呢交互支抗 尖牙就往远中移了 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 公司可能会往存侧移动 因此这个地方呢 应该做一个tie back 就是把这个stop loop和夹面管扎到一起 同时末端呢 应该做回弯 让这个公司呢往前滑不了 不可能往前移动 这个阶段呢 还需要改一个旋转 比如说这个患者 这个牙有点旋转 我可以在旋转的这个位置上一个旋转垫 结扎的时候呢 止扎 这一侧 那么慢慢这个牙齿就会受到一个力量 那么这个旋转就会改掉 也可以用这样的脱槽 但是现在的这样的脱槽呢 非常少了 还可以怎么改旋转呢 就用到我刚才讲的蛇钮 因为六和五相比的话 六的这个牙周膜面积是比五大的 那你这样呢 上一个蛇牛以后 这个链状项目悬这么一挂 那么主要效应呢 就是这个五的旋转 慢慢就改好了 刚才讲的呢 是排齐 好 接下来第二个任务就是整瓶 所谓整瓶就是要打开咬合 那么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是后牙要伸长 切牙要压入 那么你这个才能整瓶 下颗一般来说都有一个speech曲线的 speech曲线很陡 我怎么样才让它整瓶呢 前牙要压低 后牙要伸高 这个曲线就整瓶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那么整平和曲线就会用到 第一我们刚才讲的 第二序列弯曲 teeback bone就可以竖直后牙 这个呢是一个摇椅 摇椅的意思呢 就是末端 这个地方是打了一个teeback bone的 那就像一个摇椅一样 那么受力以后呢 它的主要效应是磨牙 远中竖直 切牙呢有一定的压入作用 双肩牙曲呢 是有一定的伸长作用 这样呢和曲线慢慢就整平了 也可以用这样的形式 哎我前面带一个小的平面导板 下切牙呢就咬到这个导板上 对于下切牙就有一个压入的作用 后面呢就是分开的 后面分开以后呢 我可以做这样的相撞牵引 让后牙曲垂直向的蒙出 做深处移动 这样呢也可以打开咬合 好还可以用这样的形式 叫做多用图工 桥形工 好这儿双管 这一段呢是上了一个主公司 这个比较硬 那么作为一个整体 然后这一段呢就是一个桥形工 我带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远中这一段是往下打的 这个有一个teeback bone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我插进去以后呢 这一段公司不是在这个位置 这段公司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 而我硬把它带上去以后 对于下切牙就有一个压入的作用 所以遇到咬合打不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桥形工 那么你可以分次打开咬合 我可以现在就只压二到二 就压四个切牙 等二到二压完了 我再来压三 就可以逐渐的把咬合打开 就整平 也可以用这样的形式 这种形式呢 现在用的比较少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 前段呢是一个主公司 这个是截断工的一些做法 然后呢 这个另外这边还有一根丝 这根丝呢是在这个银方 那么这两根丝之间呢 拿一个弹力线把它拴起来 那么整个来说呢 这个切牙呢 就有一个向上 同时向内的一个力量 打开咬合 也可以用这样的公司来打开咬合 好 第一阶段呢 就是排气整平 第二阶段就是尖牙远中移动 就是拔了牙以后 我要让尖牙往远中移动 有很多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用链状橡壁圈 链状橡壁圈挂的时候 挂上远中翼和六一起挂 好 三呢就往远中移动了 也可以这个地方上一段螺旋弹簧 那么就用螺旋弹簧压壁 使这个尖牙呢 受到一个远中的力量 还可以使这个螺旋弹簧呢 激活来让尖牙远中移动 还可以使用这个结构 这个呢是一根保质性的硬丝公司 这个公司呢就像轨道一样 让这个尖牙呢 圆着这个轨道受力以后远中移动 好 也可以用这种形式 哎 我这个地方放一个拉钩 但是这个拉钩呢 并没有加死 这个拉钩加力的时候呢 就会推着这个尖牙往远中走 这个也可以是尖牙远中移动 还可以用辅工的形式 哎 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关闭曲的辅工 那么辅工做好的 做好 最初做好是这个样子 那我把它带下来以后 它就有一个回复原状的趋势 然后我把这个末端一抽压过来 哎 这个牙就受力 就往远中移动了 第二阶段呢 就是尖牙远中移动 第三阶段呢 就是关闭拔牙间隙 矫正磨牙关系 这个阶段呢 就要注意改正中线 前牙呢 要舌侧移动 来关闭间隙 要调整磨牙关系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关间隙的用的公司 关间隙一般要用方丝 方丝的这个位置呢 在三二的脱槽的远中两毫米的地方 做一个七毫米高的V路普 叫做垂直曲 我刚才讲到 做垂直曲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曲靠拢 靠拢以后 你带到患者嘴里以后 我这儿焊了一个拉钩 然后用这个拉钩 和这个夹面管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地方做一个结扎 这个公司就会往后滑 公司往后滑 把这个V路普本来这个角是靠拢的 就会打开 打开一毫米就可以了 打开一毫米 把它扎死 下个月来 这个公司就会带着这个切牙 慢慢慢慢往内侧走 这个曲又毙掉了 下一次来呢 那我在这个地方 再继续加力 那么就如此进行下去 慢慢的把切牙关完 这个叫做关闭曲法 关闭曲法就是方丝角质技术 所特有的一种方法 它呢 它可以很好地控制牙的这个移动 那同时在这个阶段呢 你可以依照你的需要 配合各种各样的牵引 来改中线 来改磨牙关系 因为这个时候牙弓是成为三段 后面一段 前面一段 对吧 牙弓成为三段 是最好改相对位置关系的时期 因此如果磨牙关系中线不好 一定要在这个第三阶段 前牙内收的这个阶段 要把它改完 因为这个阶段呢 就正好是你很好地 可以利用这个间隙的分配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加力的情况 这个V-loop 我刚才那个是焊的 那么这个V-loop也可以什么呢 你这个地方做一个曲 然后这个曲呢 和这个拉钩一起扎一下 公司就会往后滑动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加力的 这个图虽然这么画 但临床上实际上这么用呢 是非常不经济的 为什么 实际上从五到六这个距离啊 非常的小 如果你要做一个stop loop在那儿 你最多能加两次力 这个就抵到了 就加不了了 因此 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往后拉的这种办法 我可以用一个house前 把这个公司呢 往后拉 拉了以后 末端把它扣死扣到这儿 好 这个前后段都受到一个力 相对移动 就可以把这个间隙关掉 哎 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这样呢 就是一个俯工的方式来关节洗 好 这个图呢 显示的就是中线不齐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可以这一边推 这一边拉 哎 中线本来是偏的 慢慢慢慢就摆正了 好 这个呢 是显示的是牵引的 这是做二类牵引的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哎 这个患者呢 其实中线是有一点点不齐的 对不对 上中线在这儿 下中线在哪儿呢 要么在这儿 要么在这儿 但是感觉应该下中线在这儿 那因此 如果我做牵引的时候 我可以什么呢 哎 我这一侧的二类牵引 一天换两次 哎 这边收力多一点 下和慢慢慢慢就转过来了 也可以用这样的形式牵引 你看这是交互牵引 那么从下面的夹侧 拉到上面的额侧 从上面的夹侧 拉到下面的额侧 那么收的力是什么呢 上牙弓 是往患者的左边移动 下牙弓 是往患者的右边移动 因此这个中线不调 通过这样的牵引 慢慢就可以得到调整 好 如果这个阶系关完了 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称为牙轴和牙弓的理想化和美学化的阶段 我们称为Ideal Arch 那么这个阶段的目标要注意什么呢 拔牙间隙两侧牙根的平行化 怎么做 那么一般做完了以后 到这个间隙关完的这个阶段 最好拍一张全景片 从全景片上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牙齿的牙根 是不是平行的 如果哪个牙齿 牙根不平行 你看一下你脱槽位置 粘得是不是有点不对 可以把这个脱槽掰下来 重新粘一下 称为Persession Change 你在病例上可以系上PC 因此我们临床上有的时候会说 给这个患者的这个牙PC一下 叫做Persession Change 把脱槽拿下来 重新粘一下 来使把牙间隙两侧的牙根 达到了一个平行化 这个时候你要检查一下 你切牙的转距合不合适 切牙是不是有点太纯曲了 或者切牙太直立 内收的这个过程中太直立了 要把它调合适 然后继续改正这个垂直关系 改中线 然后哪边牙位 还有点不合适的地方 做一下后牙的Sitting 那么比如说双肩牙圈没咬好的 做一下小的或者是二类 或者是三类三角形的切影 让这个双肩牙区呢 咬得特别的好 这个呢就是最后的理想工阶段的公司 我们可以看到理想工阶段的公司呢 也是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方式呢就没有取了 但是这个方式上也有一些拉钩 这个拉钩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来做切影用的 如果个别牙位 觉得有点不是很好的话呢 我又不想换 我又不想换软丝 因为这个阶段已经硬丝做了很久了 我可以用这种双丝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五差一点点 我这个五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做一个阶段的涅态式 把它调整一下 也可以上呢 上一些弹簧 但是上弹簧的这种方法呢 其实是背个角质技术的方法 我们现在呢 一般很少用这种方法 我们一般来说 会把这个脱槽重新粘一下 那么就可以把牙齿的轴向改了 这个也是俯工的方式 这个时候如果前阳还有一点开合啊 或者是咬合不好的地方呢 需要进行一些锤直向的一些调整 比如说六和六现在差一点点 有一点点的开合 那可以用八分之一的三点五盎时的这种清理 做一下锤直的牵引 慢慢呢 让这个六和六咬得非常的好 好 如果达到了治疗目标 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了 那么这个治疗目标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肩细要全部关完 如果拔了牙的患者 你不能把肩细留到那 那就叫做完了 这不对 但是除非是什么呢 除非比如说哪个牙大小不合适 比如说两个二 A2 C2 A2和B2呢 都是一个锥形小牙 这个呢 我做方案的时候 我就预备了将来要修复的啊 这种肩细是可以留着的 第二个要求呢 符合覆盖应该要正常 除非波等比不调的患者 那你又改不了的 那符合覆盖可能会 不是很理想 否则符合覆盖正常 才叫达到治疗目标 第三个治疗目标叫做 肩窝相对 后牙肩窝相对 并不是说 后牙一定要做成一个中性关系 就是我们的目标 有的时候 后牙是一个完全远中 或者完全近中 也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后牙是一个肩窝相对 第四个目标 中线要对齐 那么中线对齐 肩细关丸 符合覆盖都正常了 肩窝相对了 后牙 这个时候我们认为 治疗目标达到 我们就进入保持阶段 好 下面呢 我简单用几张患灯 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患者每个月 我们整齐治疗 每个月都要来调整 那么患者来医院调整 你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第一要询问患者 有没有感觉不舒服 第二呢 要检查口内的清洁状况 口腔卫生好不好 口腔卫生不好 要做刷牙的指导 要记录在病例上 要检查有没有取齿牙结石 也要记录在病例上 接下来要检查 脱潮有没有审坏 公司有没有变形 有没有折断 结扎师有没有外露 那么做相应的处理 接下来要检查 比如说用了headgear 用了这个橡皮圈的 你要问他 带的时间够不够 然后合作的不好的 要讲明这个合作的重要性 也要记录在病例上 而且呢 要习惯将原模型和口腊 现在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分析 你来判断治疗过程 是不是和你预计的是一样 来判断治疗进行的状况 我这个治疗呢 是需要原则我这个方向 继续下去呢 还是需要做一些修整 还要检查什么呢 就是你通过你刚才做的这些检查 综合来评估 考虑下一步的治疗程序 我现在处于治疗的哪一个阶段 是在leveling阶段呢 还是在间牙远中移动阶段 那间牙远中移动阶段 我间牙到没到位呢 到现在为止用了多长的时间 那么是不是按照我的预想的在走 患者的合作情况怎么样 牙移动的反应情况怎么样 那么患者还有多大程度的发育的潜力 这些都是作为医生复诊的时候 你要自己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进入了保持阶段 牙齿已经全部排好了 我们就进入保持 到之前要注意一下观察 一般来说呢 并不是说刚才的那种治疗目标 达到以后马上就拆掉脚脂器 因为马上拆掉脚脂器以后呢 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复发 好 那么因此一般来说呢 建议这个治疗目标达到的时候呢 你可以稍稍观察一下 哎 我可以把主公司去掉 然后呢 全牙工扎一个八字 然后让患者回去 扎一个两三个星期 哎 回来一看什么都没有变 很好 这样就比较安全 好 你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个固定脚脂器拆除了 拆除以后要带保持器 那么关于这个组织改建 保持中的生长控制 还有下缺要拥挤的问题呢 都需要在这个保持阶段进行一些考虑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透明的保持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保持器是带在患者嘴里的 非常美观 远看的话 好像是没有带东西 但是从这个盒面 大家可以看 这个地方能看到一个边缘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者呢 是带着一个透明的一个保持器的 这个透明保持器 如果是取下来呢 带到模型上 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 美观非常好 但是呢 这种透明保持器呢 它是不允许牙齿牙味 做进一步的移动的 那么这个呢 是HARLESS保持器 HARLESS保持器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外面是一个卡环 唇宫里面是寄托 那么实际上 如果牙齿的牙味 它是可以 在这个 咀嚼功能的这个状态下 进行一些 细微的调整 就是说HARLESS保持器 是允许牙齿的牙味 做一定的调整的 还有一种呢 叫做舌测丝保持 舌测丝保持呢 一般来说呢 就是用于 而如果这个 下切牙特别的拥挤 你担心 这个患者保持器 带的不好 那么舌测丝 带上去以后呢 就相对说来不 依赖于患者的合作 我们就可以用 这样的保持器 还有一种保持器呢 叫做Precisioner 这种Precisioner呢 目前就是把上下牙 全部都做到一起的 这种状态下 那么现在呢 用的就非常的少了 最后我们做个总结 我们今天呢 最重要的呢 就讲了两个部分的内容 就是我讲的红字的内容 第一大家需要掌握的 就是方式公角质技术的原理 和它的特点 第二个需要掌握的 就是一二三序列弯曲 我这出两道小题 好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方式公角质技术中 对牙齿进行控根移动的 关键步骤是哪一个呢 一序列弯曲 还是二序列弯曲 还是三呢 应该是第三序列弯曲 答案是C 我们再看一个题 这个题呢 问的是下列弯曲中 哪些是属于第二序列弯曲 第二序列弯曲 我们回顾一下 是一个什么 垂直向的一个弯曲 那么转据是第几序列弯曲呢 第三 那么后群弯和末端后群弯 这个对不对 这是不是第二序列弯曲 是的 是吧 好 内收弯和外掌弯呢 应该属于第一序列弯曲 那前群弯和前牙的轴群弯是 对的 因此这个题呢 它的答案应该是B和E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